这个想象力是有点丰富 但是我觉得 这个跟我们改造的情况 是背道而驰 是要培养罪犯的技能 他们的劳动 第一是自愿的 第二他的项目 是根据他自己的特点 他要申请想参加劳动 我们给他参加劳动 第三他的劳动 我们在根据他的 这个劳动的情况 有合理的比例 给他有一定的一个 劳动报酬 很多改造的项目 更多的侧重 他今后如何就业 如何不再重新犯罪 韩非龙在我们监狱服刑 我了解了一下 时间不是很长 不超过两年 那么当中在整个服刑期间 他也不是很出调的一个 当然他也是比较有抵触情绪的 那么这个我们也理解 不是说你对案子有看法 我们就是对你打击或者报复 你对案子看法 你向法院申诉控告 这些权利我们都是开通的